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媒體的先進大家午安 我想陳聰院長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貓頭鷹與霸骨狼》 貓頭鷹有很多種 有充滿瑞致的貓頭鷹 也有無能的貓頭鷹 霸骨狼也有很多種 有具有決斷力、有具有判斷力 執行力的法鷹狼 也有害怕、巨事、未戰、無能的法鷹狼 陳聰院長很可惜也很遺憾 他是一個軟弱無能的貓頭鷹 他所率領的團隊 是一個未戰、巨戰、沒有執行力 沒有貫徹力的法國黨團隊 七個月前 陳聰院長上任之初 他也雄心壯志 秩序要當一個充滿瑞致的貓頭鷹 美希認為他對自己的期待 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很大的落差 七個月之後 我們看到陳聰完全沒有瑞致 是充滿了無能、充滿了無奈 他不僅看不到台灣經濟的困頓 也無法了解百姓的怨言跟產業的呼籲 硬是要在全球受到歐債危機 經濟困頓的時候 硬要有電雙漲 也帶動萬物起漲 也沒有能力來提出具體的經濟振興方案 讓國家競爭力不斷地向下沉淪 實證無能的結果 把所有的台灣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淵 這種無能的貓頭鷹 如何能夠提出有內致的政策 來帶領國家、帶領團隊向前走 來打造台灣的新聞未來 所以本聰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 就是讓陳聰下來 陳聰他也說 他要當一個騷擁善戰 又具有執行力判斷力的大國人 本聰當然能夠感受他的雄性壯志 但是雄性壯志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要有實際的作為 七個月之後 我們看到陳聰內閣的法國狼團隊 是一個軟弱無能不具有執行力 沒有判斷力的一群荒野之狼 而陳聰作為群狼之首 不僅無法有效來領導這個團隊 協調各部分的政策 卻讓內閣狼隊各自為政 甚至相互攻擊 我們看到鄭索罪的案子 他剛開始一場混沌不明 搖擺不定 經過幾次修正定案之後 他卻沒有全力複航 最後通過一個似不像的這個版本 讓股市跟經濟 分擾了好幾個月 股票是增發了1.63兆 平均每位投資人損失十八萬元 我們也看到本勞跟外勞是否脫鉤 這項問題 陳聰作為一個院長 也應該協調各部位的差異 來建立共識 然後陳聰去公文 一押 沒有破例來下決策 舉席不定 讓經濟部份跟勞委會相互攻擊 相互叫囂 最後也形成社會階級的嚴重對立 所以陳聰內閣的表現 從各種客觀 以及民調統計數字來看 不僅滿意度慘不忍睹 施政成績令人吐血 經濟成長率八度下修 連保二都做不到 表現可以說是全亞洲最差 出口摔退的幅度也是全亞洲最大 警戒訊號連續九個月藍燈 這是兩千年這個網路泡沫以後 最大的這個金融的危機 國人痛苦指數不斷的判升 這種施政成績不是不及格 你不及格還差得遠 而是不到三十分的成績 陳聰內閣這種不到三十分的表現 在其他的國家早就慚愧的下台一舉功 一位三十分的施政表現 當一個行政院長已經失去他的正當性 也失去人民的信任 他的內閣竟然十二個部會首長裡面 有十一位埋度不到三成 更有五個內閣閣員他的私人埋度只有個位數 陳聰個人埋度只有一成八 一個不具有正當性 不被人民信任的內閣 當然一定要下台 所以本夕在這邊 陳新也忠心的呼籲國民黨的同仁 能夠拿出良知 能夠以蒼生為念 共同搶救我們的國家之實